如果一个退休的神车手设计一台越野车会怎样? 他妈连续十点冠军 会有一台新凯旋越野车 那凯旋怎么从这个变成这个 1884年一个德国人 Ziegfried Bretman说了 Scheiser 然后移民到英国 1887开了自己的脚踏车公司 一开始卖脚踏车跟缝纫机 但1902年Bretman又说了 Scheiser 脚踏车不够快 就拿一颗比利时公司Minerva的发动机 装上他的脚踏车 骑了之后说 啊 Das is good 上瘾了那个速度感 之后就开始设计自己的摩托车 啊 可是没多久后 第一世界大战开始了 凯旋要认真支援阿兵哥 做打仗用的摩托车 意思是老板在支援英国人打自己本来的祖国德国 石叛徒 难怪德国凯旋网站到今天都还有大Scrambler 大战结束后剩了很多台摩托车 人民就当然拿那些车来恶搞 都从破坏邻居草皮开始慢慢变成了各种比赛 所以后来在一些越野赛就能看到很多凯旋的车在跑 但凯旋真正入越野坑是1937年 他们出了卖的非常成功的两胎车 Triumph T5 Speed Twin 跟更运动倾向的Tiger 100 不过没过多久 世界又打起来了 HIZER 摩托车运动变得不重要 做发电机比较实在 但其实凯旋升长发电机的时候也进步了引擎设计的技术 打完站第一个很大的越野赛就是1948的International Six Day Trial 国际六天越野耐力赛 为了这比赛公司拿了他们之前的T5车子 利用二大战的时候学会的东西改进他们的发动机 也一起改了一下车架悬掉 结果是个大成功 车队车手Alan Jeffries拿了金牌 之后也继续拿更多金牌 这样公司就有了前设计新车子 1949出Triumph Trophy 500 骗人490cc并霜 7000转最高38P 154公斤的重量 这台车为低速越野低转牛力非常足够 而且马路上也能期望 最高速度145公里 这不带雾木镜 轻烈 这台车越野借离变成了非常有名 在欧洲每周都赢各种越野赛跟沙摩拉利赛 这成功之下Triumph也出了T5的Motocross越野赛道版本 4年后1953凯旋公布了再一台新车轻很多的200cc单缸T20Tiger Tiger 但轻重量不是它的唯一优点 这台也终于开始使用后摇臂悬吊 诶没跟你讲吗 之前的凯旋车都只有一点下的弹簧而已 这对越野能力影响超级大 这台车什么都做得到 六天奈利 沙摩拉利 爬坡赛 直线赛 领导赛 越野场地 沙圈赛 还有冰山赛 是真的 冬天一个湖结冰后上面就可以塞车 那经济版T20CTiger Tiger 很快变成凯旋最成功的越野车 1956年T5也升级了到650cc变成T6了 在美国卖的超好 原因是这台车在沙摩拉利非常优 而且T6后来被一个有名车手协限远员 Steve McQueen拿来当他的比赛车 Steve超爱凯旋 所以 Steve的推荐之下 T6这台车就上了电影 The Great Escape 第三集中影 因此T6变成了一个传奇 不过 70年代 凯旋的问题 开始了 不环保的车时代来临了 奔重的空冷式行程 怎么跟苗条二冲比 那拉力这一块 也没多好 因为 BMW的GS出现了 凯旋 想反抗命运 除了 TR7T 750cc中辆级沙漠车 但 美国的严格环保法律没有过 所以无法进 没错 这是二行程开始流行的年代 嗯 有环保法律 最后 只有英国国军 才买这些车 凯旋就没在越野了 那个 Scrambler 还有 ATV的Tiger 都不算 那是 卖给你一个梦 而不是成绩 真正的 月女妹跟 阿多边侠 那半个接机后 2024凯旋 月野部门 再次 才下 才发了 啊 抱歉 应该是按了 启动按钮 才对 嗯 时代变了 而且要做就要认真 凯旋跟越野场地车审 4号 Ricky Carmichael合作 你要了解这个人有多猛 多审 有多少经验 1997到1999连续三年二冲125cc的冠军 然后转到二冲250cc组别继续拿连续七年的冠军 所以从1997到2006年没有比他强的车手他妈连续十年冠军 MJ算什么 六个冠军而已 所以这个神人利用他的经验帮凯旋设计最猛的越野场地车 那这台车真的有这么猛吗 其实算是猛 刚出而已 但已经跟市场王者KTM还有YAMAHA能比 所以只要等现代的车手拿这台凯旋TF越野车来参加比赛 已经有一个有名应赖力越野车手 原本KTM后来BETA车队的Johnny Walker跟凯旋签好了 而且已经有拿到第一个胜利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凯旋的历史新开头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想支持老爸可以加入我的Patreon会员频道 那边会有一些反应好的国外越野教学 也可以来我的虾皮买帖子 连结都在留言区那边 再帮我按赞订阅 分享给凯旋分次看 下次见